针对互联网上频繁出现的违规募捐、慈善人设、贫困地区摆拍等行为 9月19日抖音平台出手了 发布第二季度安全透明度报告 重点推出公益内容新规 以后在抖音平台发起慈善募捐的主体 需要持有相关资质并按照规定完成认证 公益账号不得进行直播打赏、电商销售等盈利系行为 此外,报告中显示 二季度累计处置发布伪公益内容账号有9000个 网友直呼,竟然有这么多账号在弄虚作假 死新规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善心被恶意消费 净化网络环境,支持新规 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前段时间 梁山警方破获的四川省首例系列网红经济乱象专案了 当时就引起了大量的关注 案件披露了一些网红主播打造卖惨、摆拍、贫困假象 吸引流量,并借此销售假冒大梁山土特产 谋取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组织严密,迷惑性强,涉案地区广 消费者真假难辨,很容易掉进他们编制的陷阱当中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网红梁山曲部和赵灵尔 2022年8月,他们凭借一条青春女子误入大梁山深处 偶遇英俊淳朴的乡村小伙 盛情邀请她到家里做客的视频在网上爆火 此后,两人打着著著农创业的名号开始直播带货 看似正能量,实际背后隐藏着一条 智假兽假的灰色产业链 网络世界迷人眼,他们的偶遇不是偶遇 而是有团队有剧本的虚假作戏 故事是假,助农是假,售卖的商品也是假 只有欺骗消费者赚取非法利润是真 在直播过程中,MCN机构会专门雇用网络水军 烘托气氛刷单控制评论 还会通过投流平台,精准推送给相关兴趣爱好 适与年龄段特定区域的网民 而售卖的所谓凉山特产 也是从其他的食品公司低价购入的农副产品 贴上商标以次充好 形成了一整套吸粉引流带货变现的产业化模式 很大程度上欺骗误导消费者损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9月20日,四川省梁山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此事进行了通报 并表示,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进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秩序 是需要多部门联手共同努力的 这次平台和公安机关已经出手 参与直播的人员及背后的MCN团队 作为第一负责人,也应该了解相关法律要求 坚决不逾越法律底线 总之,任何一方都不该为不法牟利者作假一 再次平台和公安